今天的主題就是 不是我們兩個啦 不是我們兩個喔 但是還有兩個招待兵 製作單位說他應該要請假 他怎麼可以請假 我們兩個到底做去哪裡不要插他 你如果歪好好來做 阿伯叫他不要來 好 不要來 今天的節目不然接餐 我們期待已久的那個 檳榔姐妹花回來 檳榔姐妹花有主題曲耶 有耶 有很多人在拍 多久啦 這首歌 我小時候看的話這樣 有超過25年了 你的小時候 對啊 我的老時候 25年了 今天的檳榔姐妹花要來了 大家記得她們是誰呢 在她們還沒有出來之前 有一團新的生來 夠新的喔 我覺得她們票竊人家的智慧 我怎麼說票竊 你叫做甘蔗姐妹花 來 我們來歡迎甘蔗姐妹花 我們帶來的菜檳榔 耶 耶 耶 大家好 我們是甘蔗姐妹花 耶 1 2 3 4 狂狂地樹上 這檳榔 隨便跑到隨便唱 耶 大家好 我是北泡泡的白甘蔗 大家好 我是歐蘇蘇的黑甘蔗 依照慣例啊 我們要先來唱一首歌 嘿咩老師請聊 嘿 嘿 講到這甘蔗 是中人愛 嘿 會吃的你 也會再拿來包 嘿 吃到會給你 甜蜜蜜 愛用起來會給你甜蜜蜜 嗯 吃到會給你的滿意喔 來來 我們吃個 喔 喔 下一個了啦 你們真的有得要感情嗎 喔 這給你 別亂來了 你們的表演真爛 真的我要拜託 5 1 2 我覺得如果你們要打扮這樣的話 應該好好的把 高高在書上街拚啊 好好的把歌舞唱好 對不對 你搞笑也搞不下 待會兒的這主角要來啦 搞笑也是他們厲害 唱歌也是他們厲害 真的 那你們要當新人 像這樣要把人家幹掉 在旁邊喘 他們長得比較像崩壞的迷泥有沒有 來來來 現在開始來囉 來來來來 本尊來了 我們的檳榔節目要回來了 歡迎曹萊 姚戴維 帶來的檳榔戲師 歡迎 1 2 1 2 3 4 我們老的孔子 有一個檳榔家 對 買檳榔的高梁子 有很多人在打 你如果來買檳榔 就算你打給我一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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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是快樂的檳榔擠花 我是錢娘 我是寶玉 嘿嘿嘿 還有喔 今天喔 我們還有鬥吊劑也在現場 對啊 鬥吊劑在哪裡 就在那個啊 蛤 我叫做鬥吊劑 為什麼 你們會繼續吃的 吃不好吃的分道 檳榔王 是喔 你們的歌唱完了喔 唱完了 你就唱得對喔 不好意思 早期那個主題歌就只有這樣嗎 對啊 招牌就這樣子 只有幾句而已 我們也只會唱到那裡 對 後面是什麼 後面還有喔 但夠 這樣就夠經典 我跟你講喔 潮蘭十年如一日 二十年 三十年如一日 永遠看起來就像小朋友 對啊 其實可以講嗎 你現在幾歲了 我從來不說謊 姐 今年五十啦 喔 半百 感覺像三十七耶 沒有 你怎麼開始 哎呦 哎呦 你這樣怎麼在錄上都會把你 因為這個節目已經二十五年以上了 是 所以我才會想 這樣你也差不多了 我比他大兩歲啊 喔 姐也從來不說謊 看不出來 所以這兩個 欸 以前說得到五十歲喔 是 半百老玉 現在都不能使用了 半百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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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是半百老妹 對 真的欸 半百的 你看穿迷你裙欸 對 然後我以前我聽人家說 潮蘭是個外甲 我都沒有上司 今天我跟她感到死 為什麼呢 怎麼說呢 我們這個鞋子長過的 含這個肋膝的座位 我們也趕緊把她踢不開喔 對啊 她就是穿平底 做自己 肋膝的穿高 我還以為你們兩個 會穿一致的衣服 以前不是 檳榔姐妹花 所以我們的衣服先借給他們兩個 對 不好意思啊 我們現在在打歌啦 抱歉 謝謝 道具還我們 謝謝 但以前的檳榔姐妹花 我覺得第一代的時候不是你們 他們不是第一代 第一代 對 有一個叫財智平 對不對 我們的編榔姐妹花 是一個叫做綜藝萬花筒 對 可是這個之前 她的原主啊 是在鑽石舞台這個節目 然後呢 就是有一個她很會寫這種 搞笑劇本的人 她的名字叫做財智平 喔 財智平 她自己寫自己演 那另外一個是誰 另外一個是 沒有也是當時的那個製作單位 其實都是工作人員 都是工作人員 本來是他們兩個 那我也不是 對我只是演一個什麼 抱完批抱 然後找他們來 所以她那個時候 你在旁邊看他們演 那後來怎麼變成你們 後來那個節目的單元沒有了 然後我們就變成是 綜藝萬花筒裡面 我們就想說 當時那個很好笑 所以就給她沿用下來 把她放在各說各話的單位 但你們兩個 原來是 你是演員 對 妳是歌星 我是歌手 那王君 王君是製作人 怎麼有辦法把你們兩個 說服你們兩個 來把它弄成綜藝節目卡 應該都是一種緣分吧 因為就是 我們認成是 從演員 然後開始接觸到 一開始是演短劇 然後呢慢慢的慢慢的 然後開始就是變成 也回不去當演員了 就變成都在演短劇 那我是出唱片 然後唱片 奇怪歌唱得很好 但是就是賣不好 然後就 等一下 我先想講她這個賣不好的 她出了七張唱片 七張 唱片公司 好像出一張出得倒了 那七張都不紅 七張不紅也滿難的 你的歌是什麼 我的第一張叫做新鮮女孩 沒聽過 夏日假期 後來就出了那個 冰箱 不是 冰箱與肉桂 我老師喜歡講冰箱與肉塊 冰箱與肉桂的女郎 真的不好 真的沒聽過 然後呢 再來出的就是 那個很紅的歌 喔 白金唱片喔 多讓我一些 這個好像就有一點點一樣 有啊 我知道是不是 多看我一眼 多看我一眼 不是 那不是啦 那個是老歌 不一樣啦 然後趁勝追擊 趁勝追擊就有一首歌叫做 感情的事很難說 等一下 為什麼大家都那種1.3秒鐘 當然 不要再說了 越說越難說 都沒一條人知道 但很多人一個團體都會到後來什麼 吵架 你們有沒有吵架過啊 我們從來沒有吵架 因為我們都不講話 對 然後都他罵我比較多 我都罵哪有沒有罵我 我什麼時候罵過人 現在在勾頭啦 幹你講 你看他 曹蘭你不要看他私底下超嚴肅的 而且呢他很愛乾淨 很重視一些小細節 他特討厭遲到 因為我的遲到的觀念是 比如說製作單位叫我12點到 那我11點50沒有到 我就覺得我遲到 然後提前10分鐘 這個觀念是怎麼來的 這個觀念不曉得 從小可能是因為 所以本來以為是你去了日本受訓就會這樣 沒有啊可能因為家裡是軍人 軍人 然後我12點03分到 他就白顏色給我看 因為你遲到了 你哪沒有 他的標準啊 我跟你講 我第一次要去聘請小林旭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跟他的經紀人約 1點在New Otani的飯店的那個咖啡廳等 我真的是1點5分到 就是那個5分 我去的就不看人啊 他就走了 我說只有5分鐘 他那個日文 那你 只有5分鐘 他一直覺得 你們台灣人怎麼會講只有5分鐘呢 應該是多5分鐘的 你那時候我們問他說 認不認識曹蘭 他們應該是好朋友 他就 那個時候就是這樣的個性 然後他可能 那年代不一樣啦 我們來看一下曹蘭跟姚戴瑋 你看 造型非常經典 你在半屏山 對啊 半屏山 那時候因為這個頭髮也要吹很久 因為要噴很多髮膠 讓他站起來 而且那個時候那個吹其實到最後都是我們自己在吹 因為那個人沒辦法吹不起來 都是我們自己知道了 然後自己回家 他不可能頂著這個頭回家嘛 所以就戴帽子 可是帽子都壓不下來 他把他再頂上去 他們不僅僅是那個造型 他們以前年輕人很可愛 你看 多可愛 真的很可愛 好像小朋友 你現在還是老可愛 是喔 以前叫小可愛 老可愛 其實大家都這樣講 有沒有 自己抱我 現在也是年輕 對啊 我發現我比以前更年輕 你看 好可愛 對啊 那其實都沒什麼變啦 嗯